蓝皮书 逢星期五晚10点正 和你跳灯夜道 真人表演 赵宏兄从来没去过 我都没去过 他说问多少钱 我不要记得 譬如说100元港币 看一看 在楼上 我一上去 骯髒骯髒的地方 黑乱乱 没有叫人 我进去 我们有几个 六七个 当时赵金银带了他的儿子 他不是很大 他开眼睛 我都没开眼睛 根本什么书都没开始 觉得环境不好 就走了 不行 拿一张单来 这张单好像 差不多成三千至四千元 拿来 泰币还是港币 港币 是不是万几匹 跟着我看 我自然反应 因为我都挺动作 哇 把单捏了 扔掉 他都不知三四个 黑乱去 就是很 埋力凶我 我都不知为什么 自然反应 我很害怕 但我有个男士 生意人 他为了怕冲击 立刻给钱 走走 我们不要拿走 我就很不开心 到楼下 走到路口 看到一些警察 寫着 警察 警察 立刻跟他们说 我都没讲完故事 他们真是知道的 警察立刻跟我两个警察 跟我去 那我那些朋友在后面 怕 他们全部私敏 我去到 去到楼下 楼下 看到我有些警察 扑着你 他立刻就 走上去 立刻拿钱 给我 给回 当时曾志伟 若干年之后 那间人街发生事 那间酒吧 我有点故事 是 那间酒吧 就写明了是 members only 就是不会开放的 我发生什么事 我发生什么事 真是会被人打 我吃了西药 安眠药 我都弹起了 一弹起 然后就立刻 穿着褲子 一路这么说 那现在怎样 现在 开了十字车 我立刻飞到楼下 开车 我从清水湾去 渐渐很繁荣 沿途去打去 立刻就打电话去 当然开了酒吧 也有看场 那些看场 是自反最重要的 赶到去看看 要不需要帮忙 这个是自然反 其实人们打了他 他就走了 但是没有想到 只是想着有什么可以做到 一去到门口 看到太阳 和东方凉 全都上了 一架救箱车 没有警员 还没有警员 一去到进去 曾志伟不再去 地下有少少血 那我就问经理 经理说已经有 当时有妙桥在 是 他说有几个球友 已经送去医院了 那我就教经理 怎样打发救伤车 救伤车 那记者千万不要说话 还教了他说 有个客人 为什么连累你 打电话去报警 即是说 他们偷听了 偷通线 偷路线 就是 娱乐圈 被黑社会 暴力入侵 娱乐圈 这个案子 香港从来 我们未破到 那件事 上头说了 这件事 这只死猫要你 噓 我当时的反应就是 什么 你是傻的 我读书 好 出来社会 好 看电影 好看电视剧 警察是正义的 你可以这样做